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把学党史、用党史作为终身必修课 不断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政治自觉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更加信心满牌地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只要是有利于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 就要多做 并且要做深、做细、做实 只要是不利于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事情 坚决不做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 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 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 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要贵与从始终绷紧 粮食安全这门闲 要采取长牙齿的应措施 全面压制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 中央要和各地签订耕地保护军林状 严格考核 终身追责 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 要针对特工人员的特点和需求精准实测 按时足够发放各类救助技能 强化临时救助 确保兜住底 都准底 都好底 要加大对因疫因灾 育困群众的临时救助力度 做好残疾人康复 教育 就业等工作 保障流浪乞讨人员人身安全 基本生活 关心关爱 精神障碍的人 要坚决杜绝 欺凌虐待 妇女儿童 老年人 残疾人等违法行为 中央和国家替关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强化国防意识 自觉履行 法定的国防建设职责 依法保障好 军队建设 军事行动和军人 合法权益